前不久 在京户高速江都段 一辆货车突然失控闯入对面车道 在撞上一辆曹冠车后起火 货车司机当场死亡 事故还造成六人受伤 那么 这辆货车为什么会突然失控闯入对面的车道呢 通过监控可以看到 货车原本由南向北正常行驶 可没想到 行驶在货车右侧的黑色轿车突然并线 紧接着 货车就出现失控 先是和右侧车辆发生碰撞 随后改变方向 一头冲进对面的车道 与正常行驶的曹冠车再次碰撞后 栽进公路旁的湖泊中